大家好,这里是大蛇头解说,我是段小语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富豪为了保护女儿 请顶级特工当保镖 结果女儿还是被坏人抓着的定义 故事发生在当年绑架案频发的墨西哥 当地每60分钟就会发生一期绑架案 70%的受害者无法生还 男主脑黑曾经是一名杀人如麻的特种兵军人 人狠话不多 退役后的他复旧于自己曾经执行过的任务 经历了太多的杀戮 常常被梦魇惊心 招一队生活失去了信心 每天用酒精麻痹自己 老友雷本看他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邀请他来墨西哥的家中做客 顺便给他介绍了一份保镖的工作 保护对象是一个富二代的女儿 在墨西哥有钱人的家里 都会给自己和家人上一份绑架保险 而富二代女儿的保险已经过期60天了 现在急需雇佣一个保镖 很快两人见了面 富二代看着有16年反恐经验的脑黑非常满意 脑黑直接坦白 自己嗜酒如鸣 而富二代好像根本不在乎 很快老黑被带到了富二代的家里 跟妻子妮莎简单的寒暄后 见到了自己的保护对象 平塔 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十岁女孩 然而就是问题比较多 在上学的路上 平塔不停地问老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这让老黑非常不赖烦 第一次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放学的路上 平塔又试图和老黑交谈 但老黑还是拒绝了 只是给出了敷衍的答案 最后直言了当地说 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我只想好好做我的工作 平塔非常伤心 转身看着窗外 随后生气了下车 坐到车子的后座 回避着老黑的视线 回到家后 丽莎问道跟平塔的相处如何 老黑说 今天让她明白了 我不是她的玩具 丽莎说 她只是想交朋友 老黑说 我只是拿着保镖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丽莎觉得老黑性格有点怪异 好像完全不明白小孩子的心理 对这样的回答非常失望 回到房间的老黑放了张CD 听着歌 喝着酒 失去又被拉回了重弦 她不停地把玩着手枪 不断地被回忆折磨着 终于忍不住 拿着枪 对着自己扣下了扳机 然而 手枪并没有响 她来到雨中 拨通了老友的电话 老友告诉她 只但不会说谎 你还没到死的时候 老黑挂断了电话 发现平塔一直在窗户内看着自己 这种微妙的变化 渐渐让平塔走进了老黑 痛苦到无法自拔的内心 随后老黑把那颗子弹 放进了火柴盒里 第二天上水的路上 老黑注意到 后面有一辆车在跟着他们 随后拿出纸 记下了车牌号 后面的平塔也在记录着什么 老黑一个刹车 后面的车扬长而去 看来只是虚惊一场 来到学校的平塔 今天要进行一场游泳训练 看得出他非常紧张 比赛结束后 老黑伸出了自己的大手 把平塔拉了上来 这个行为表明 他已经开始接受 平塔这个小朋友了 平塔表示自己狠菜 每次都拿不到名吃 老黑一个劲地鼓励他 回到家还亲自训练 平塔的游泳技巧 谈话中 平塔的天真可爱 逗笑了老黑 两人此时看起来 俨然就是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 很快平塔的游泳比赛开始 由于老黑的调教 平塔轻松获得了冠军 尖叫着扑到了老黑的身上 随后老黑带着平塔 跟自己的老友见面 几个人有说有笑 老友好久没有看到 老黑这么开心的笑过 晚上平塔告诉爸爸 自己不想学钢琴 想学游泳 但是被爸爸拒绝了 平塔只能无赖地离开 第二天 平塔被老黑送去了 培训班学习钢琴 自己在外面百无聊赖 此时一辆警车驶入街道 下来两个警察 又驶过来一辆汽车 正是之前跟踪他们的小车 老黑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但为时已晚 平塔已经下课走出校门 老黑朝天鸣枪 示意平塔赶快跑 然后开始了枪斩 在对阵多人的交火中 老黑不幸中枪倒地 见到这一幕已经跑远的平塔 又哭着跑回了老黑的身边 就这样被绑架者抓住 强行塞进了车里带走了 老黑也昏迷了过去 由于现场死了两名警察 警方强行介入了迟迟案件 很快 绑匪提出了需要1000万美金的要求 富二代按照绑匪的要求 1000万美金分别装扎了两个黑桶里 一个桶里500万 然而这样交易的时候 警察突然出现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绑匪不但没有拿到钱 绑匪头子轻直指 也死在这时交火中 怒火中烧的绑匪头子 打来电话 扬言要杀死平塔 一杀怎么恳求 都是无济于事 他把怒火都发在警察身上 重视警察的突然袭击 导致自己女儿的死亡 另一边 老友雷本把老黑 运到了另外一处地方 他担心医院不安全 同时告诉老黑 平塔已经死了 绑匪没有拿到钱 撕了票 老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让雷本带自己 到绑匪现场看看 熟悉的情景 也掩盖不了 老黑心中的悲伤 此时 改革报的女记者 找到了他 声称自己能够帮到老黑 他告诉老黑 这里有个兄弟会 里面的成员 很多都是高级官员 腐败分子 老黑和平塔 就是他们的牺牲品 记者想要曝光他们 而老黑想要报仇 两人必须相互帮助 才能完成 平塔的死 对老黑的打击很大 他下定决心 就算死 之后老黑给了老友一张纸条 上面是他需要的武器弹药 看起来他要大干一场了 干活之前 他来到了平塔的房间 打开了他的笔记本 上面记录着 跟踪他们的小车的车牌 下面写着 我爱你老黑 希望你也爱我 看到这里的老黑陷入了悲痛 此时 丽莎走了进来 问他打算怎么办 老黑说 我只会杀人 所有涉及的人 所有得力的人 都会被我杀掉 随后挑选了需要的武器 打电话给女记者 让他帮忙查一下车牌的地址 顺着地址 找到了第一个设施的警察 轻松把他 结束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警察被偷光衣服 绑在驾驶室上 手指被胶带 缠在方向盘上 手指头还刻意露了出来 只要不老实 就割断一根手指头 受不了折磨的警察 只好道出了私情 说他们一直都是各司其职 听电话行动 老板代号叫赏音 从来不现身 在一家酒吧 找到一个叫屠夫的人 能够得到现说 老黑觉得他没有撒谎 也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一枪结束他的性命 来到酒吧的老黑 很快找到了屠夫 然而屠夫也不知道赏音是谁 屠夫说 他们每半个月 往某卡里达200美金 赏音是谁 他也不知道 同时说 当时绑匪投射的赎金 被警察给劫了 自己的侄子也死在了当场 生气的绑匪 才动手杀了平塔 得到情报的老黑 开枪杀了屠夫 顺便移到杀了屠夫的酒吧 随后约记者见面 让他帮忙查一下 谁在往屠夫的卡里达前 同时得知 南杰赎金的警察 叫范托斯 住在法官大院 戴上自己的重心武器 老黑来到了 法官大院的 正对面的一队老人家里 老人家看到 老黑手里的武器说 上帝告诫我们 要学会宽恕 老黑说 宽恕是他们和上帝的事 我要做的是 送他们去见上帝 当范托斯的车队出现时 老黑发射的火箭炮 侥幸活下来的范托斯 被带到了桥洞下 老黑把一颗定时炸弹 塞进了范托斯的菊花 告诉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活命 绝望的范托斯说 当时他让自己的人 收着交易地点去偷赎金 然而发现 包里根本没有一千万 只有两百五十万 一包全是废质 一面的钱 找到自己动手之前 就被调包了 放钱到车上的人 是富二代的律师 很快 五分钟的时间到了 范托斯被炸成了水片 老黑紧接着来到律师的住所 却发现律师早已经被人杀死 此时 传真机发来一张账单 上面有富二代的名字 老黑马上让记者查一下 富二代的账户记录 此时的他 大概已经知道 整个事情的经过了 他来到了富二代的家里 原来富二代并不是富二代 他只是个富二代 背负着一屁股的债务 律师给他出了主意 让他给自己的女儿平塔 上绑架线 然后联合绑匪演义出戏 平塔被绑架后 保险公司要支付一千万的保费 富二代五百万 律师和绑匪各得250万 然而 天衣无缝的计划 被贪污警察打破 所以气急败坏的绑匪杀掉了平塔 随后 老黑给了富二代一把枪 一颗子弹 富二代失去女儿也很悲痛 最终开枪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 记者已经查到 是谁在往屠夫的卡里打钱 正是赏英的妻子 他打电话告诉老黑 让他明天买份报纸 上面有赏英的照片和住址 得知了地址 老黑来到了赏英的家里 直接与赏英的弟弟展开枪战 很快搞定了弟弟 但自己也不幸中枪 从赏英的妻子口中 得知赏英的电话 拨通电话后 老黑说 我手上有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弟弟 赏英说 你想要什么 老黑说 我不要钱 我要你 赏英说 以命换命 用平塔的命换你的命 老黑整个人呆住了 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平塔还没死 老黑答应了赏英的要求 带上赏英弟弟 马上打电话告诉了丽莎 告诉他女儿还活着 两人约定在公路旁见面 老黑让他看住这个同伙 自己去接平塔 此时老黑早已身负重伤 绑匪如约把平塔放了出来 小平塔哭着向老黑跑来 紧紧地抱住了老黑 老黑说 妈妈在桥下等你 你快去吧 平塔说 你要去哪 老黑说 我也要回家了 他清楚地知道 这一去将与平塔天地相隔 平塔说 我爱你 你爱我吗 老黑的眼泪沿着眼角滑落 说我也爱你 用我全部的一切去爱 所有两边交换的人质 老黑捂住伤口 黄黄地走向劫匪一边 平塔跟妈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老黑坐上了绑匪的汽车 实时的他已经处于民流状态 随后的眼神是那么的安详之灾 整个世界仿佛忘了他的过去 手里还拿着平塔送给他的寿牛大象 上帝原谅了老黑 老黑也原谅了自己 因为他看见了曙光 一直放不下过去的他 终究在死前拯救了自己沉重的心灵 不可为恶所胜 而要以善之恶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不犯则已 犯必不惜一切 决绝彻底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